刚刚有一位学长他告诉我 就是这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刚刚我们 我是刻意先把这个类别标签先关掉 因为我不要出现 我可以出现那个哪一年 可是我又不想要用这个年 我用这个年是可以的 我用这个年 比如说这个土利 我用年 它是不是就只有呈现年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各位 当我们在画 当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 日期绝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不是时间单位 所以我还是希望要用这个统计日期 可是我怎么样我都调 没办法调整 结果他搬了位置 他搬到格式 对不对 格式里面的什么 土利 对 我刚刚怎么选到这个 选到这个日期阶层 它就变成年了 但事实上我会希望从格式上面 格式上面呈现 好 这你们等一下可以去修改一下 那我现在还要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这个轴 这个轴 假设我今天我不是从零开始画 好 例如说我今天我去画这一条线 我换旗次值 所以我就动这个格式 动这个格式的次要弯一轴的最小值 假设我是从50万开始画 所以他是不是又折线整个下降 对吧 好 那我可不可以从-50万开始画 他是不是这个趋势就上升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刚刚我们看到好像是2020年 这边他就超过 可是事实上当我把这个起始值 从例如说-50万开始画 他其实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有 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所以通常我们会去做 这两轴的一个normalization 就是正规画 这样了解吗 我只是告诉你说 后面还会有这么一件事情 否则的话 其实你约略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约略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假设它是同时发生 你这边是高 这边是 这边是有高 然后有下来 可是他这边 只有慢慢的高上去 却没有下来这件事 好 这以上是提供给你参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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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